我叫尹新忠 我是一名铁路工程师 我在中国铁路工集团公司工作25年了 整个蓝芯高铁开通之后 我们每个人 新疆每个人的生活变化非常大 就与我威劣吧 我出差 我们到哈密去 以前坐火车七八个小时 不坐 基本上就耽误一天时间 但是现在基本上三个小时就能到 飞机应该是八百多万九百块钱 但是高铁就一百六十块钱 但时间上其实差不多 飞机是非四十分钟就能到 五十分钟到 但是呢 你后机安检 包括从机场到城市里 它的时间 严谅下来跟高铁的时间差不多 在整个蓝芯高铁的1776公里上 有580公里都长 都是风区 对于这种风灾灾害的影响 我们一方面是建党风墙 在蓝芯高铁上设置了580公里的党风墙 硬件的 包括车就现在这种车底 是抗风沙 动车主 软件方面呢 主要是在我们的高铁指挥 这种车底下 设置的一套就是灾害处置系统 只要到达了 达到了那个 咱们列车限速或控制 需要控制速度 列车速度或者停止运行的风速的时候 它会自动报警 列车会自动收到这个控速软件 列车就会驾来 通过这数年以来的验证吧 效果还是比较好 基本上保证在12级风的时候 动车组还能限速的正常通过 最低的风速我们是85度 在实际风以下 动车组可以长速的正常运行 最高顶风速度是210 现在就运行在大阪城风区里面 在现在的速度是在 应该在210左右 你看这满满的一杯水 运行非常平满 因为阮星高铁给它查特点 就是说它常态就刮风 365天有200天以上都在刮风 所以说通过这个措施 还是能够基本上咱们的 蓝星高铁的运营 基本没有受风的影响 蓝星高铁是整个新疆 将近3000万人民群中热切期盼的 在新疆建成这个高铁 在国家层面 也是为了考虑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 和团结稳定 然后呢 可以说在当时也是花了很大的投资 建成了这个蓝星高铁 这个这块呢 不仅是展示了咱们国家的一个经济实力 而且呢 也是我们在我们铁路系统 就我们铁路系统来说 也是一个技术的实力 因为高铁进新疆 涉及到的面非常多 不光是这个风这一块 因为涉及到那个高寒 高热 这个这儿的蓝星高铁通过的地方 下级最高气温到80度 所以说呢 技术上很多难题啊 如果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技术技能 它仅仅有经济上的实力 是不行的 我们在这个铁路行业里面 就专业的人啊 很多搞高铁的人啊 没有搞过就是打风环境下 这种高铁路行这块 不管是建设还是运营安全这块 都没有太多的成功经验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高铁 在高铁环境高速 就是在台风的时候 一定是停的 不开 它是不开的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一年365天 有200多天都刮开 但是我们基本上没停过 在12级综合上我们继续跑 国力是一个综合的 不仅是经济的技术上 包括一些管理的 这个都在进行 你隔20年前 20年前想 我们都不敢想 我们这个从事行业人 都不敢想 新疆的土工都跑到200多公里 这个确实不敢想 好多人觉得新疆好像是 多么贫穷多么落后 但是11级综合看以后 基本上差距不大 当然差距还是小 但是从那个各个层面来说 差距都在逐步的缩小 特别是在铁路这块 我们一个集团公司和内地 一个集团公司 在这个技术上 管理上 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因为这个东西 一个协同进攻的过程 这就是一个咱们 这个改革开放这些年来 一个特别 我们这个行业感觉 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以前高铁我们都不敢想 确实实实 不管是欧洲的 还是日本的这些高铁 我们也非常羡慕 通过这些年来 不断的 现在将近三万公里的高铁 这个很难得 确实是 而且修到了我们 这么新疆 咱们祖国最偏远的地方 很难得 确实很难得 其实我本来每次坐高铁的时候 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旅客们也在说 说高铁到新疆了 但是看着我们平常坐 旅客说句话 我们也觉得非常 非常早一遇下 我们参与建成 并且我们在运营 在保护它的安全 这个心里面确确实实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